姑苏城中有个男性首富 老来得子对儿子很宝贝 那年 一个和尚路过桃水喝 和尚看了看在一旁玩耍的小公子 说 小公子面相好 不过今生会有一节 首富听了 连忙请和尚解难 和尚说 愿意收其子为俗家弟子 取自旺姬 十八岁前就暂住寺庙 今后如何 就看他的造化了 就这样 蓝旺基在寺庙跟着师父念经打坐 跟着武僧习武 和小和尚去抬水 还向山四脚下的温大夫学医 十六岁那年 他帮温大夫去采药 回来的路上 挟持官兵放走了 被抢来献给皇帝的一群女子 为了阻止刁民扰乱 官兵伤了几个人 好在王爷蓝西辰赶来相救 蓝西辰得知此人也姓蓝 心想 可能是开朝太祖皇帝 赐姓功臣的子孙 不管怎么样 此人天资聪颖 想引荐他入朝 蓝旺基 没有入朝的想法 蓝西辰只好把一块玉佩交给他 说要帮忙的随时来找 蓝旺基回到寺庙 想起今天所发生的事 原来果真相相克传说的那样 皇帝昏庸无道 他拿起平时练武的棍子练功 老和尚来了 蓝旺基把今天遇到的事和疑惑说出来 再看他拿棍 总像拿剑 老和尚无奈说道 从今起你 不要来念经了 去考取功名吧 饱读诗书半年后 蓝旺基上皇城赶考 却遇到歹人蓝杰负了伤 幸好被一公子救下病同行 蓝旺基与那公子交谈甚欢 两人结拜为兄弟 两个月后 蓝旺基如愿中 状元入朝为官 此时他派人去给那结拜兄弟送信报喜 但是 这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蓝湛 蓝湛你在想什么 怎么讲到一半就停了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公子 有着俊美的容颜 明亮的大眼睛 看着蓝旺基 蓝旺基看着俊美的人说道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睡觉吧 好吧 不过 你得陪我睡 公子说道 连拉硬拽地 把人拖到榻上 清晨 下人搬着洗漱东西和早膳进来 蓝旺基把帐连拉好 才走出来 大人 轿子准备好了 嗯 叫厨娘做些桂花糕 阿县昨晚说 想吃 蓝旺基随口对管家说道 是 我马上去办 哎 咱们大人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在外面捡回来的小椒花子吗 宠得像宝贝似的 哎呦 你小声点 小心被人听到 传到大人那里去 也许是大人看他可怜 无父无母地收留他 等大人成亲了 他就失宠了 几个下人闲聊着时 听到进步声 正是大人很宝贝的人 县公子 你又去喂鱼去呀 一个家丁 立即换上讨好的笑容 是啊 你们忙吧 晌午 蓝旺基回来了 带回了几串冰糖葫芦 蓝湛 这是给我的吗 都是给你的 蓝湛 你对我太好了 蓝旺基笑着 摸了摸对方的小脸 说 后天我有个生辰宴会 要一天 你无聊了就找几个机灵的下属陪你出去玩 好吧 魏无羡低落的表情被蓝旺收进眼里 他只好说道 一起去 去赴宴这天 天气不是很好下起雨来了 魏无羡从马车窗口看出去 他不喜欢下雨 感觉湿漉漉的不方便 但是却喜欢听雨声 蓝旺基伸手把人捞入怀中 到宴会上不要随便离开我的视线 嗯 我知道了 魏无羡说道 伸手拉过对方胸前的一缕头发挽起来 到了皇城 雨停了 出太阳了 桑王府很热闹 大家都到了 下马车时 蓝旺基拿出面具让魏无羡戴上 丞相大人道 蓝兄 还以为你不来 一个男子说道 正是一姓王聂怀桑 蓝旺基拿着礼物上前说 王爷 一点薄礼请笑纳 人来就可以了 怎么还带礼物 这位是 桑王看到了蓝旺基身边的面具人 这是阿县 魏无县点头问好 蓝旺基把人带到位置上坐 聂怀桑 今日是本王生辰 敬大家一杯 众人 晨等敬王爷一杯 蓝旺基放下酒杯 给魏无羡加了菜 大家的眼光直看着 刚才 他在伺候那人 堂堂的蓝家狄公子 当今的丞相大人 会伺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早听说丞相捡回来一个小乞丐 开始浑身贼兮兮地惹人嫌弃 感染疾病还毁容 不过听说治好了 此后 丞相大人一直放在身边养着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看着大家疑惑的眼光 蓝旺基也不理会 各位 我来迟了 自罚三杯 大家看去门口 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 是国师孟瑶 一年前 小太子病重 是国师施法救活人的 没错 当时人都凉了 来了一个戴面具的人 一顿施法后 就把人救活了 皇帝为感谢他 封他为国师 此后 若有哪里需要风雨 也请国师施法 宫中妃子皇子病重 也是靠国师救人 就是几天前 陛下病重了 也是国师治好的 不过 国师一直戴着面具 都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 那么厉害 他会补卦算命吗 有人问 当然 陛下请他算了国运 不过那是国秘不能说出来 此时 有人提出 请国师算卦 国师很客气地说道 可以 有人算官运财运 有人算婚姻 子嗣 但不管算什么 都被一一算对了 就连前世今生也很准 蓝湛 他是不是骗人的 前世怎么可能知道 这位公子 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不是 没有 魏无羡说道 这人的气势逼人 让自己有些莫名的害怕 孟瑶走过来 说 让我帮你算一挂吧 你的前世 蓝忘机立即拒绝 不必了 呵呵呵 丞相大人是不敢吗 孟瑶说道掐指一算 笑着说 丞相大人年轻有为 在一地降一地生时 你碰巧当了丞相 所以 今天是王爷生辰 我们应该以王爷为主才对 蓝忘机说道 大家觉得有理 可国师似乎不愿意放过 说 这位公子的降生 不管是前世今世 都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 众人 蓝忘机怒 妖言获重 魏无限 孟瑶笑了笑 说 妖言获重 不错 妖会迷惑人 特别是貌美的妖 丞相大人 应该被他迷住了吧 哈哈哈哈 话一出 众人都笑了 都知道丞相大人 从不尽美色 曾经多少人 想给他送去 都被回聚了 一次有人大胆地 给他下药 没想到丞相大人 宁愿用匕首 戳自己的大腿 保持清醒 也不愿意 与那女子发生什么 此后 大家都知道 丞相大人为人 什么美色诱惑 都滚一边去 更何况 这人戴着面具 丑还是美国师 怎么知道 孟瑶只是露出 不明的笑容 大家安静 我的意思是 他是一只妖 专门来迷惑 丞相大人的 众人听到妖 很惊讶 接着惊恐起来了 有妖混进来了 蓝战我不是 魏无羡害怕地 看着蓝忘机 蓝忘机握着 对方的手 示意他别怕 接着又质问 国师何意 要这样胡言 众人 阿瑶 蓝兄 你们就别吵了 来来来 喝酒 聂怀桑似乎喝多了 脸蛋微红 亮亮呛呛地 走出席位劝架 蓝忘机说道 臣有些不适 就先回去了 请王爷赎罪 聂怀桑摆摆手 行吧 我有办法 让他显出原形 国师说道 掏出了一个符咒 打向魏无羡 魏无羡被吓得 闭上眼睛 就在大家 屏息明示地 等着腰现身时 什么也没有发生 哎 什么腰呀 分明就是个人吗 不可能 梦瑶不依不饶 蓝忘机不屑的样子 国师 既然是你判断错了 只需你以后 对阿宪放尊重一点 看到蓝忘机 带着人离开了 众人继续吃喝玩乐 有些还请国师算卦 但国师 似乎没有什么兴趣 找个借口离开了 马车上 魏无羡 一直对刚才的话 耿耿于怀 蓝忘机 看出对方的心事 把人拉入怀中 别胡思乱想 怪我 我不应该带你来的 不关你的事 是那个国师故意的 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蓝忘机 我看他什么也不懂 胡说八道 蓝忘机也露出笑容 对 别理他 皇宫中 蓝西辰听说了 桑王府发生的事 有些惊讶 他相信梦瑶 毕竟他可帮他不少 国师现在在何处 老太监回答 在竹井院闭关 那是宫中的一个院子 专门腾出来给国师的 陛下是想问在王府那事 蓝西辰点点头 可想了想 还是算了 你是妖 妖 大家快杀了他 不 我不是 阿县 没事了 做噩梦而已 蓝湛 我不是妖 没事 你是什么身份都没有关系 魏无羡也抱住对方 耳朵贴在对方的胸膛上 明天我想去寺庙祈福 魏无羡说道 为什么想去寺庙 最近一直做相同的梦 我想去求个心理安慰 魏无羡说道 好 我明天尽快回来陪你 不 我自己去 阿县 其实也许是你太过紧张 才做梦 也许吧 上次遇到那国师 爱 可能对他的一些话耿耿于怀 导致我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寺庙的香客很多 魏无羡在僧人的带领下 走进了一间禅院 老和尚在念经 得知有人来了 还是保持念经的姿势 魏无羡站在旁边等待 直到老和尚叫他过去做 大师 听蓝湛说你会解梦 能否帮我 老和尚听了露出慈祥的笑容 师主 你说来看看 梦中 我是一只妖 魏无羡平静地说道 老和尚听了点点头 说 师主 也许是你遇到疑惑的事 何不放宽心 只要你敢于面对 就不会出现让你害怕的东西 和老和尚交谈完后 魏无羡觉得心里舒服多了 出了寺庙 并去了集市 魏无羡准备走进珠宝店 挑选玉佩 他准备叫掌柜拿一块白玉石 走来一个人说 这玉佩我要了 魏无羡回头 是个身穿金色衣服男子 是梦瑶 两人走到一间茶楼 选了间安静的包厢 国师 你找我有事 只要你离开兰望机 我不会找你麻烦 不然 不要怪我不客气 魏无羡有些惊讶 国师何意 上次你造谣我是妖 现在看来你才是妖吧 故意挑拨我和蓝湛的关系 孟瑶听了 露出凶狠的眼神 一会儿又哈哈大笑 说 没错 我是妖 你怕不怕 魏无羡惊讶后就是惊恐 他本能地往后退 但很快保持冷静 说 那又怎么样 也不能随便害人吧 我想要你的命 你敢 蓝湛知道了 饶不了你 魏无羡害怕地说道 孟瑶似乎不满 哼 你离开他 凭什么 国师愣了一下 缓缓地说道 听说你喜欢听故事 我与你讲个故事吧 那年春天 妖界中的一只刚成年妖 从妖界到人间 不知人间险恶的他 被人出卖 险些被捉妖师取走妖蛋 他侥幸桃化身成一只兔子 一书生准备去赶考 看到受伤的兔子帮他包扎伤口 并把他放进自己的行李箱 带着一起到客栈落脚 兔子也逃脱了捉妖师的追捕 书生在客栈住了几天 再去考试那天 并把伤好的兔子放生了 他不知道那兔子是妖 在路途书生被歹人打劫时 跟了一路的妖力救了他 等等 这个故事我听过 魏无羡说道 是吗 你说说看 魏无羡说道 书生和他结拜兄弟 并在高中后 想和结拜兄弟分享成功 不过那人消失了 后来皇帝 需要妖丹命令书生去寻找 书生才知道 和自己结拜的兄弟是妖 但是也不愿意把妖交出去 被皇帝下令杀了 可惜了 哼 是可惜了 不过书生 后来被救活了 和西王爷联合 除了昏君 新帝登基 他当了丞相 其中 那妖也帮他们很多忙 魏无羡 没错 那妖就是我 书生就是蓝忘姬 他就骑我那时 我就喜欢上他了 他丢了性命 也是我用了好几年的修为救了他 可是 他不领情 还要与我断绝关系 魏无羡彻底说不出话了 怎么可能 哼 明明是我先遇到他的 却选择了你 我不甘心 不甘心 孟瑶眼睛发红 用力咆哮到 震得桌面上的东西 都摇晃掉在地上 魏无羡站起扶着墙 这力量太强大了 孟瑶看了一眼魏无羡 摘下面具 此时英俊的脸 在恶狠狠地看着魏无羡 向他慢慢走来 魏无羡往后退 他觉得国师 不 是妖想杀了他吗 你冷静 喝 冷静 除非你把他还给我 魏无羡 人很脆弱 要经历生老病死 我能帮他长生 你能帮他吗 魏无羡摇摇头 自己是普通人 怎么能办得到 那你就离开他吧 就在腰爪伸过来时 门被人踹开了 视蓝忘机 蓝站 魏无羡像抓住 救命稻草奔过去 委屈地扑到对方怀里 孟瑶见了 露出极度的眼睛 这是我们的事 别伤害他 蓝忘机说道 孟瑶冷笑 说 好啊 没想到 你会把他护得那么好 阿线 我们回去吧 孟瑶 我们的事 找个时间聊聊吧 蓝忘机说道 现在就要说清楚 孟瑶说道 首先发出火焰投过去 蓝忘机拔剑挡开 魏无羡掏出一张符咒丢过去 然后拉着蓝忘机跑了 两人回到丞相府 魏无羡有些气喘吁吁 说 还好跑得快 那符咒 蓝忘机问 魏无羡说是寺庙的老和尚给的 没想到能用到 蓝站 你和国师认识 在十年前 蓝忘机点点头 魏无羡 那 他真的用自己好几年的修为救过你 蓝忘机点头 魏无羡 原来你们早认识 那岂不是我破坏你们的感情 听了魏无羡的自责 蓝忘机把人拉入怀中 说 我和他是结拜过 但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 可是 他救了你 救命之恩 不一定非要以身相许 可以用来是 做牛做马回报 魏无羡 如果不是你 把我捡回来 治好我的疾病 说不定我早就没了 我也可以做牛 做马报答你 他很庆幸 能遇到蓝忘机 蓝忘机 不用做牛做马 好好待在我身边就好了 这天早朝 皇帝没有上朝 听说忽然晕倒昏迷不醒 皇后和几个元老大臣 在请求国师想办法时 国师只是露出凝重的表情 挂上马上显示原因 先祖喜欢围猎 杀害了不少生灵犯下错误 导致上苍要惩罚后人 不仅是陛下 国师献如何是好 皇后不要急 找一个命格合适的人 以写祭祀代皇室向上苍祈求原谅 十天即可 不过 如果出意外 祭祀的人也保不住 不管怎么样都要就皇室皇后说道 国师又说 我已经算出来人就在丞相府中 在丞相府 是的娘娘 之所以我没让丞相来 是担心她不愿意 不管是什么人就皇室要紧 皇后说道 随后又叫她的贴身护卫 去丞相府走一趟 魏无羡在院子里赏花 随后拿出笛子来吹 此时发现屋顶上有人 魏无羡一看是个侍卫打扮的人 问她在做什么 那人跳下来 吱吱吾吾地说 你 你就是魏无羡 她长得真好看 嗯 你找我 我叫江城 是 我听到你吹的曲子好听 就来看看了 魏英举起手中笛子 说 蓝湛送给我的 你还想听吗 江城点点头 魏无羡又吹了起来 蓝忘机回来了 听下人说 宪公子在院子和朋友聊天 蓝忘机听了疑惑 他从不把人带回来哪里的朋友 呵呵呵 你说的是真的吗 改天我们去看看 好啊 阿线 听到声音 魏无羡回头 看到蓝忘机跑过去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里 蓝忘机问 蓝湛 你认识江城 知道 皇后的异地 贴身侍卫 说 你来做什么 我只是路过 路过 蓝忘机不信 又问 不说实话 休想离开 蓝湛 你想干嘛 魏无羡拦住对方 看到魏无羡这么维护他 江城只好把来的目的说出来 我不会带你回去的 已写祭祀十天 保不准会丢性命 魏无羡 蓝忘机 此事交给我 临走的时候 蓝忘机叫江城割伤自己 好回去有个交代 江城照做 回去交差 皇后娘娘 你看 我就说她不愿意吧 不行 召集一些人手 去丞相府要人 就在此时 太监来报 丞相大人来了 皇后娘娘 臣有话和国师说 皇后听了 只好安排两人到一间房间 梦瑶也摘下面具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我以为你 不会再理我了 梦瑶 你何必这样呢 凭什么 是我先遇到了你 喜欢不分先后 是吗 那你当初 为什么不把我交出去 蓝忘机 换做任何人也不会的 不 我之前遇到过的那人 为了利益出卖了我 要不是你救我 阿瑶 国师 陛下好像要醒了 外面的太监 喊道 蓝忘机听了 赶去皇帝请宫 蓝西尘脸色苍白 人未清醒 只是被困在梦中 喊着什么 孟瑶你想做什么 简单 把他交出来 然后你和我接到 不可能 同样是妖 为什么他总比我幸运 蓝忘机 第二天清晨 蓝忘机还没回来 魏无羡有些担心 是不是出事了 他想出去看看 然而忽然头疼 脑海中浮现模糊的东西 公子你没事吧 家丁问 没事 我去找蓝湛 大人应该快回来了 魏无羡 还是决定自己去看看 皇宫中 侍卫来报 人来了 孟瑶露出笑容 说 带进来 几个大臣和皇后 也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 让高高在上的 丞相大人妥协 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俊俏 又不失妖艳的脸 身形修长 轻瘦 人间难得一见的美人 难怪像丞相大人 这样的人 都要藏掖着 来了 孟瑶慢悠悠地问 魏无羡刚到皇宫 就被人带进来了 他们把蓝湛怎么样了 国师 蓝湛呢 你说 是用你祭祀 还是蓝忘记祭祀 你想做什么 别伤害蓝湛 别伤害阿县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想起蓝忘记的话 孟瑶恨地 捏碎了手中的 杯子 好啊 就拿你祭祀 孟瑶说道 祭祀坛上 众人站在下面 看着国师操作法术 很快 被祭祀的人带来了 实在是美人啊 可惜了 看着如此柔弱 能不能坚持到第三天 众人悄悄议论 丞相大人呢 有人问 听说丞相大人 被皇后关起来了 诺 那祭祀台上的美人 就是她的养在身边的 啊 可惜了 换我也不愿意 孟瑶不理会众人的议论 说 祭祀开始 于是叫人拿来匕首 割破魏无羡的手 血液流到碗里 一碗血液后 魏无羡脸色已经苍白如指 可以让我见蓝湛了吗 暂时不能 魏无羡想和他拼了 可是自己无能为力 蓝忘机还在他们手中 只好任人摆布 蓝湛 你在哪里 黑暗的房间 蓝忘机醒来 发现被锁链拴住手脚 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 他心如极焚 送饭的人来了 蓝忘机问 外面的情况如何 那人只是送饭的说不知道 有人来了 是江城 他告诉蓝忘机 魏无羡已经被带上 祭祀台九天了 九天了 过去那么久了 那日与孟瑶发生争执后 对方要他喝了一杯茶 之后就失去了知觉 你放我出去吧 不行 姐姐会饶不了我的 你们都被他骗了 这一切都是梦瑶做的 怎么可能 他是妖 当年陛下能扳倒先帝 也有他一份功劳 不过事后 他不要功名走了 江城听了 把人放出来 祭祀台上 魏无羡又一次被带上台 流血过多的他 已经快不行了 手又被割破 鲜血流到碗中 孟瑶做法 阵法再次被启动 不过这次终于出现了 红光 大家疑惑时 孟瑶解释 显灵了 众人听了纷纷跪拜 红光打在魏无羡身上 脑袋再一次疼得厉害 模糊的东西越来越清楚 阿宪 阿宪 蓝湛 魏无羡喊道 随着红光消失了 蓝旺鸡亮亮呛呛地跑上去 拽着孟瑶质问 你把阿宪怎么了 没什么 回到他该去的地方罢了 蓝旺鸡 怎么回事 孟瑶再次解释 各位 一切顺利 现在陛下应该也醒了 真的 孟瑶 蓝旺鸡不顾身体虚弱拽着孟瑶 要他把人还给他 我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得到 他可是你的弟弟 为什么要伤害他 哼 他都抢走我的人了 江城惊讶 随后又把蓝旺鸡扶起 大人 先回去休息吧 世间美好的东西很多 一生也享受不尽 为何 人不能长寿 金光帝有些苦恼 派人去寻找长生药 一大臣听说 服用妖丹 可使人长生不老 皇帝听了 叫来蓝旺鸡去找妖丹 并保他升官发财 蓝旺鸡不愿意 在被迫下 还是和捉妖师去寻找妖 终于 一只妖被抓了 是孟瑶 蓝旺鸡怎么也没想到 孟瑶是妖 于是用酒罐醉 捉妖师 把他放了 金光帝大怒 派人追杀 蓝旺鸡不幸丢了性命 好在孟瑶找到用了七年的修为 去把人救回来 之后 两人去找蓝锡臣 西王爷宅新仁厚 说不定他是位好皇帝 蓝锡臣也早看不惯王叔的行为 决定除昏君自立皇帝 在一些忠诚文官武将的帮助下 加上一只妖 蓝锡臣很快顺利登基 风头等功尘蓝旺鸡为丞相 可此时 孟瑶却又消失了 一年后 再见到孟瑶是在一个午后 丞相府 一个明媚的少年 躲在孟瑶身后 看到陌生人有些害怕 探出头来看看 看到对方好像没有什么恶意 才松了一口气 蓝旺鸡看到少年眼前一亮 问 这是谁 我表弟 他第一次来人间 有些害怕 蓝旺鸡听了上前说 别怕 这里没有坏人 对方听了点点头 阿瑶说 人间有捉腰师 会挖腰单 吃腰肉 我叫卫英 今天是我的成年里 和阿瑶偷偷跑出来的 卫英说道 抓住蓝旺鸡的手 阿瑶不可无礼 旺鸡 不好意思 他不懂事 没关系 他很可爱 蓝旺鸡说道 把人带到桌子旁边坐下 又叫人拿来点心和茶果 这个真好吃 在我们那里都没有 你可以常来玩 想吃什么都可以 孟瑶 看着一人一腰在闲聊 他似乎插不进话 半个月后 两人已经很熟悉了 卫英从对对方好奇 转为熟悉 忽然有个小尾巴跟着 蓝旺鸡只觉得 幸福来得太突然 一天 蓝旺鸡忽然吐血晕倒 我没事 胸口痛而已 听阿瑶说你受过伤 心脏都破了 是他救了你 嗯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报他 这个简单 他需要什么你就满足他 蓝旺鸡觉得有理 可是孟瑶想要的他给不起 如何是好 蓝旺鸡想着 又吐血 卫英立即给他输入灵力 终于好了很多 阿瑶 蓝湛当初的伤又复发了 他那样的情况能救活 已经不容易了 除非 除非什么 他和妖结道 这样能保他偿命 可是 他好像不愿意去妖戒 对了 妖戒有仙草 我们一起去拿 不可 那是犯了妖戒的规矩 妖戒的东西 不能给人类 否则被妖王惩罚 重则掉性命 轻则除身份 未应无奈 再去找蓝旺鸡 看到蓝旺鸡难得瘦样子 大夫说 他可能活不了半年了 蓝湛 你会没事的 蓝旺鸡脸色苍白 很虚弱 我知道自己的情况 阿瑶和我说过情况了 可我是不会为了活命 去和不喜欢的人截到 还能再活半年 已经不错了 看着卫英 蓝旺鸡感觉相见恨晚 可现在这样的情况 只好把心里话嚼碎 也不想连累他 两天后 蓝旺鸡再次吐血晕过去 卫英也消失了 蓝家也准备给他准备后事 半个月后 卫英再次出现 他拿着一颗药丸 给蓝旺鸡服下 很快 蓝旺鸡病全好了 不过 妖兵却来把卫英抓回去 蓝旺鸡再也找不到他 浑浑噩噩地度过一段时间 他找到孟瑶问 卫英在哪里 孟瑶告诉他 卫英犯了妖界的规矩 恐怕性命难保了 蓝旺鸡听了 再次病倒 一次蓝旺鸡喝醉 孟瑶想趁虚而入 关键时刻 蓝旺鸡清醒了 还要与之断绝关系 三年后的一天 蓝旺鸡回寺庙 看望老和尚和师兄们 在回来的路上 看到人群中围着一个小乞丐议论 小乞丐病得严重 一张脸几乎溃烂 可是蓝旺鸡从那双眼睛里认出 他是卫英 蓝旺鸡拨开人群上去 把人抱起 回到府上 小乞丐不认识蓝旺鸡 他叫魏无羡 不是卫英 蓝旺鸡暂时定下他的身份 找来大夫把他的病治好 他相信是卫英 只是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忘记了过去 妖界 妖兵的队伍排的整齐 随后高喊 恭迎少主归来 我要出去 回来了 给的教训还不够 阿娘 得了 儿子好不容易回来 你凶什么 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明知故犯 盗取仙草 差点死在重重机关下 当初就应该让他禁闭一千年 而不是除他身份 要不是你 封闭他的灵力 儿子会像凡人一样 受伤染病吗 哎呦 我儿命好苦 堂堂的妖界少主 却吃尽人间疾苦 为应安慰母亲 阿娘别哭 我回来了 孟瑶也被惩罚了 有加害少主的想法 被除去妖界的身份 他知道妖后的心思 主动想办法 让少主提前回来弥补错误 只希望每年让他回来 看望自己的母亲 以为把我弄回来就没事了 他不回来 就可以和蓝站在一起了 哼 没门 趁妖兵不注意 魏英出了妖界 蓝忘机和平时一样忙着潮湿 看起来很忙很累 可他还是不愿意停下 直到病倒了 睡到一半 忽然睁开眼睛 疯了一样 在房间寻找什么 玉佩 这是他送给我的 拿着玉佩 坐在门口发呆很久 下人怎么劝也不听 阿县 今生还能见到你吗 你想见他 孟瑶来了 蓝忘机期盼地看着对方 孟瑶笑了笑 说 你再也不能见到他了 蓝忘机听了 气急攻心 吐血晕倒 孟瑶连忙去扶人 可手没碰到 就被一股强大力量掀开撞到墙上 抬头一看 是一个熟悉的身影 熙熙 蓝站你终于醒了 蓝忘机觉得自己眼花 直到对方扑过来 把他抱住 阿县 蓝站 我好想你 阿县 阿县 魏英最后还是把人按下去 说 你都生病了 好好休息 蓝忘机把人抱得紧紧的 魏英把被子盖住两人 说 放心 我不会再走了 清晨 阳光明媚 蓝忘机看到怀里的人才确定他回来了 轻轻抚摸着对方的脸颊 偷偷吻一吻 最后又把人抱住睡一觉 直到晌午 两人才醒来 两人默默含情 越靠越近 管家突然来了 说要监好了 蓝忘机才起身 皇宫中 蓝熙晨在看奏折 孟瑶来了 他是来请罪的 蓝熙晨把人扶起 此时 孟瑶没有戴面具 蓝熙晨也知道 国师是谁了 不 他早知道了 只是没有揭穿 你给我下的腰皱 我知道 为什么 我知道 你没有要害我的想法 现在你的事办好了 那就让他过去吧 孟瑶听了欲哭无泪 一直说对不起 好了 你现在可不像我当初认识的阿瑶了 陛下 还是和之前一样 喊我西晨哥吧 孟瑶点点头 他说要离开 不过蓝熙晨想留下他 也许是歉意 或者是感激 孟瑶决定 一直做蓝熙晨的国师 帮他做事 蓝熙晨看着孟瑶离开的背影 陷入沉思 当初他因为权位 娶了江家之女 遇到孟瑶他想那他为妃 但是听说 妖只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他给不了的 只能不去打扰 魏英偷偷和蓝忘机 截到了 一旦截到不能破除 除非主动截到之人亡 妖后和妖王 只好认了这个人类而袭 蓝忘机准备在人间和魏英 办个盛大婚礼 虽然自己的老父亲很不理解 对方可是妖啊 老爷爷 我和蓝湛 截到能保他长生不老 你高兴才对 什么 老爷爷 你这年轻人怎么说话 蓝启仁不悦 爹 阿线还小不懂 你别生气 阿线 叫爹 好吧 爹 蓝启仁还是不悦 摸着胡子 他已经给儿子订好了好几家的千金小姐 只等儿子回来 瞧瞧喜欢哪个 没想到他带回一个男子 还是妖 老 是 爹爹 你怎么不应我啊 魏英不解地问 蓝启仁看着眼前的人 长得不错 还救过这儿 就是小脑瓜不怎么好使 罢了 儿子喜欢随他吧 管家 你怎么办事的 公子带夫人回来了 也不好好迎接 管家 是 老爷 公子 夫人这边请 婚礼上 来了很多客人 蓝启仁也来了 看着一对御人 虽然有些羡慕 可还是送上祝福 聂怀桑也来了 看到魏英他眼睛都直了 原来他长这样 哎 和蓝兄真般配 江侍卫 你说是不是啊 江城不说话 站在人群中不动 直到被人拉去喝酒 我带阿瑶和你们道歉 他今天也想来的 但是 蓝西辰说道 魏英 无事 让他过去吧 我认输 祝福你们 之前的事 我和你们道歉 虽然没有多余的解释 可对方是真心实意的 看在姑姑和父亲的份上 魏英也不想再终究 如今魏英 就是想在对方面前秀恩爱 好解当初的恩怨 孟瑶只是淡定地说 你显摆什么 魏英躲入蓝忘机怀着 得意地说 你有吗 众人 完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